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 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 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 如果这三个特征同时出现 那就有九个财富 你有吗 在一个人的掌纹中 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除了三条主线之外 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 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 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 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 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 导致你手掌的变化 透过这些线条 可以看到一两个 在你的手掌中 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守护特征 这三个是 最好是合二为一 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 代表地位 名望 成功和财富 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污名指的方向上 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项的特征 这条线也很长 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 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 所以 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 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 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 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 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 说明时间会更早 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 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 还有做生意的时间 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 事业也会顺利 财富自然是极好的 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 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 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 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 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 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 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 是个好搭档 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 情绪线较低 接近智慧线 正方形会显得狭窄 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 气量变小 容易与伴侣吵架 失恋的机会会增加 第三 50岁之后发财的首相都有哪些特点 一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 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 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之手腕横纹 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 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 有这种手相的人 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 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 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 富贵会出入头角 晚年财运大增 地位结结高升 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相 二 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 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 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 一般人能够拥有一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 而能够同时拥有两条 即一条可以直通中指 一条直通十指 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 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 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这部分人大戏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 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 做事总是不知所云 有些任性随意 因此大都一事无成 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 但是到了50岁 作为财运的分界限 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义事上 被打通的人度二满 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 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 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 最终晚年浮路大增 成为人上人 三 拇指 无名指上有斗 斗和波及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 斗就是像年轮一样 可以呈现数圈壁和圆形的纹路 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 那么他们50岁之后 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 而两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 那么50岁之后 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 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花期比较长 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 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 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 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 等待一定的时机 后机勃发最终在中年之后 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崩 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 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 4 小拇指上有指纹一或两条 中年裁员滚滚的人手向上第一个特征 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一条或两条指纹 小拇指有一到两条指纹 到达第一指节的人 我们称之为运约纹 有这种手向的人 越老越对气 子女有成 不需要自己担心 晚年子嫌孙嫌 儿孙绕戏 富贵又安康 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两条 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 虽然这样的人聪明 事业上有成就 但一生比较劳碌 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 属于赚辛苦钱 有好也有坏 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 多多保重身体 5 事业线优浅变身 也就是在线纹的其实点表现的极为浅薄 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 这样的一种事业线 体现除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 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 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 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 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 这种首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 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完成的特点 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 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 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 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 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超终止延伸 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 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患 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终止根部延伸 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 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 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 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 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 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 一般来说这一手箱也体现出了 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望夫或者是望妻运势的另一半 8 拇指上存在痘纹 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 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 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波及纹路的话 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 9 手中多钱财文的人 其实手中多钱财文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 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 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 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 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 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 能成为家人的骄傲 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 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 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 俗语是民间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更是民间人们广为流传的智慧 俗语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泛 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老祖宗经常说您叫嘴受穷 不叫病缠身 比如说老不谢残经 少不失壮祸 再比如说不怕青龙高万丈 就怕白虎抬头望等等 这些都是民间老祖宗总结的智慧 还有一句便是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 那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民间的俗语都是老祖宗在生产生活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以往往有着简单朴素 通俗易懂的特点 所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意思 就是如果掌中有悬鱼文 那么此人必然是龙虎榜上流名的人 所谓龙虎榜就是指古代的科举考试上榜的人员 龙虎榜一字出自新唐书 当时韩玉等名人都在同一批科举榜单上 后人便称那一届的榜单是龙虎榜 再后来民间的老祖宗便用龙虎榜 来带指那些科举登科的人 而在这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俗语中 龙虎榜其实指的非常广泛 还有富贵荣华的寓意在其中 那么悬鱼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老祖宗会说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呢 所谓悬鱼秀其实只是一种比喻 老祖宗将手中的纹路比喻成是秀在手掌上的 而悬鱼文就是一种在手中像倒挂着的鱼一样的纹路 老祖宗认为这样的纹路可以预示着这个人 不仅可以在考试中名列前茅 甚至福禄才一样都不会缺 但其实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相信这样的说法了 虽然这样的说法有时偏颇 但是在我们的风俗文化中 却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老祖宗有这种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说法 其根源是与老祖宗古代的传统文化相关 古代的命运观十分盛行 老祖宗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 在原始社会甚至是到了皇朝时代 人们的生产力依旧不是很发达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开始出现了贫富差距 开始出现了尊卑贵贱 开始出现了寿长命短 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只能将其片面的归结于命运 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探寻不同之间的不同命 便产生了从一个人的形体相貌 情态举止等方面来探寻人们的命运 而这句掌中悬疑秀龙虎榜上流的俗语 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 比如我们经常说二大有福气 比如说民间有俗语称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等等 甚至民间还认为头顶上的发旋 可以预示一个人的性格智慧以及未来的财富 比如有些地方就有一旋好二旋愣三旋打架不要命 或者一旋好两旋坏三旋脾气怪等等 但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老祖宗片面的经验总结 第二俗语掌心有三文横才跳进门 三文指什么老祖宗的识人数 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神来形容 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理老庄之思想珠子之经典 如世道的文化内涵 以及浩瀚颅烟的博大精神的精实典籍等等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入烟海的精实典籍 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而这些东西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 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传统来表现 就比如说掌心有三文横才跳进门这句俗语 其实就是老祖宗对世界认知的体现 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 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 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 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都与俗语融合 总结成一句句快智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 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 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很多俗语 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诗人数 而这句掌心有三文横才跳进门的俗语 便是老祖宗对诗人数的总结 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文横才跳进门的俗语中 所提到的三文 所谓三文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文 米字文和井字文 老祖宗认为手中如果有这三种文 就预示着会有横才和偏才入目 当然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 人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 甚至还有点迷信 但是就是这样完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守闻和财运 却被老祖宗所接纳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好解释 这句掌心有三文横才跳进门俗语出现的原因 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 其一便是老祖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民间常说人有五福福禄受洗财 而才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更是老祖宗 乃至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 所以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渴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 其二 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的 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 却并不完全是如此 所以 人们才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 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 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从手中的纹路 从一个人的长相 甚至从一个人的身材 行为 出生时辰等等 来判断一个的受邀祸福 贫贱等等 而这句俗语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 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文 横财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 还有很多类似的俗语 比如说难看彼子女看罪 一生富贵少是非 没上一根肠 能抵万蛋粮等等 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 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 但却是老祖宗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生活观 而且这样的十人数经验 往往也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 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 第三 您叫龙吞虎 不让虎吞龙是啥意思 你的手掌是哪种 龙虎指啥 在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 十人数便是其中的一种 老祖宗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笑容言谈句子 甚至是他的长相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甚至是他们的福获贵 古往今来老祖宗在十人之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 有从人们的长相来看的 有从人们的骨头来看的 有从人们的出生年夜来看的 还有从手来看的 民间的老祖宗也将这样民间的经验智慧 总结成了一句句俗语 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 您叫龙吞虎 不让虎吞龙 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龙虎分别指的又是什么 这句您叫龙吞虎 不让虎吞龙中的龙指的手指 而这句俗语中的虎 则指的是手掌 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就是 宁愿让自己的手指长一点 如果是长于手掌 就是所谓的龙吞虎 那就是比较好的预兆 而如果是手指比较短 甚至比手掌还要短 那么会是虎吞龙这样的手 自然是比不上手指长于手掌的人吗 其实这样的俗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代人看来 这句话说的不太客观 没有任何一族可靠的数据表明 手指长的人就要比手指短的人过得好 那么老祖宗又为什么会得出您叫龙吞虎 不让虎吞龙这样的结论呢 在老祖宗的眼中长的手指 一般都是比较符合人们审美的 而且手指长的人 在民间老祖宗固有的印象中 是聪明富贵的表指 而五指较短则恰恰与之相伴 是比较潦倒的一种预兆 同时对于手掌来说 也是长后的手掌比较好 老祖宗认为手掌长而后 才会有不错的富贵降临 而如果是短而薄 则不是什么好兆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